听读练习 解说嘉宾姚明 在武汉进行的南南亚锦赛上 人们很关注担任解说嘉宾的姚明 很专业 挺幽默 如果声调再高一点点就好了 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 姚明的思维颇为敏捷 口才也相当优秀 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主持训练 但是解说比赛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虽然已经不再打篮球了 但篮球水平高超的姚明 对于球场上的现象 点评及时而准确 很有预见性 在武汉进行的南南亚锦赛上 人们很关注担任解说嘉宾的姚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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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专专业 挺幽默 如果声调再高一点点就好了 很专业 挺幽默 如果声调再高一点点就好了 很专业 挺幽默 如果声调再高一点点就好了 很专业 挺幽默 如果声调再高一点点就好了 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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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人们对她的评价 姚明的思维颇为敏捷 口才也相当优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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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主持训练 但是解说比赛有自己独特的风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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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虽然已经不再打篮球了 但篮球水平高超的姚明 虽然已经不再打篮球了 但篮球水平高超的姚明 虽然已经不再打篮球了 但篮球水平高超的姚明 对于球场上的现象 点评及时而准确 很有预见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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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武汉进行的南南亚琴赛上 人们很关注担任解说嘉宾的姚明 很专业 挺幽默 如果声调再高一点点就好了 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 姚明的思维颇为敏捷 口才也相当优秀 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主持训练 但是解说比赛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虽然已经不再打篮球了 但篮球水平高超的姚明 对于球场上的现象 点评及时而准确 很有预见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